观音山住持,慈悲隆德严敬仁波切,隆德上师开示,世间人有多少幸福安乐,就说明了世间人曾做过多少善业和利他的事情。 观音山中原普渡于兰盆法会,历年来遵循佛赤,以数千桌素食普渡供品,上供诸佛,令诸佛欢喜。 在下师友情,令登记对象蒙佛力加持,拔记轨道众生脱离苦去。 每一位发心参赞并捐赠普渡供品者,所修基的不仅只是上供诸佛,下师友情的福报,更增加了慈悲利他之功德。 对于接受爱心物资的人来说,他们所拥有的不仅是丰盛的物资,无形之中一地结佛缘,间接领受到佛力的加持,进而改变命运。 普渡法会圆满后,观音山代表将善信捐出的普渡供品,运送至需要物资的孤儿院,弱势团体等单位,或用于护持弘法圣业所需。 让普渡的功德更为增上,更是让参赞普渡的善性广皆善缘,真正达到普渡名养两立,一切皆度。 观音山2023年,中原普渡于兰盆法会,与台中市社会局、台中市北区区公所合作,捐出两千份普渡供品, 并于普渡计期间,累积捐赠了超过一万份民生物资,实现佛教的慈悲精神,落实社会救助。 施比寿更有福,观音山常年致力于慈善关怀,爱心公义,敬邀大众响应登记普渡,一同关怀社会偏远角落,广承自利利他的善行,带给这个世界及社会和平与安定的力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